2021下翻炎熱登場 快來聽聽小康庫這季推薦的動畫吧 大家好 我是阿龜 以吸血鬼為題材的作品很多 不管是電影、小說、漫畫等等 都有不少這類的創作 像是狼人VS吸血鬼啊 或是人類與吸血鬼的淨亂之戀 都是常見的文本 而這次要來介紹的動畫 也是屬於吸血鬼這類的題材 但內容與上述提及的不太一樣 那就是這部瓦尼塔斯的手札 本作是在描述 在象徵著不祥的倉月之下 誕生的吸血鬼瓦尼塔斯 受到紅色滿月出生的吸血鬼們所排擠 並將他驅逐出村 受到了苦楚的瓦尼塔斯發誓 要對所有在紅色滿月下誕生的吸血鬼復仇 因此他製作了一本特殊的書籍 瓦尼塔斯之書 能夠對吸血鬼造成傷害 繼承這本書的人 將會毀滅所有的吸血鬼 在這樣的前提下 主角諾亞受到他的恩師之託 前往巴黎尋找瓦尼塔斯之書的真相 途中巧遇了發狂的吸血鬼持咒者 更遇到了瓦尼塔斯之書的繼承人 沒想到這個繼承人 似乎不打算毀滅吸血鬼 還要試圖將他們從持咒者的詛咒中解放出來 於是兩人便在巴黎展開了他們的故事 本作目前看起來節奏還不錯 事件串連得很緊密 穿插著角色搞笑的反應與對話 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是個既有故事性又兼具娛樂性的動畫 瓦尼塔斯的首闸 改編自日本同名漫畫 原作者是望月純 動畫導演是板春智信 相信喜愛物語系列的觀眾 對這個名字應該不陌生 系列構成是曾經參與過流浪神差 神推偶像 童記 偵探已經死了的赤尾凸 特別提一下音樂的部分 是由唯普遊記擔任 本作使用較多以弦樂為主的配樂 給觀眾一種優雅的感覺 而也有幾首以弦樂搭配 人聲合唱的方式很有震撼力 會讓人聯想到魔法少女小圓的配樂 欸 沒錯 小圓的音樂擔當也是唯普遊記喔 音樂的部分真的是讓人印象深刻 動畫公司是由曾經製作過 SK8 我因的Bones 擔任 相信不少觀眾也是衝著骨頭色的名號 來一探究竟 主角諾雅的聲優是石川借人 曾經配置過一拳超人的傑諾斯 頓之勇者成名錄的主角炎谷尚文 主角瓦尼塔斯的聲優是花江夏樹 曾經配置過騎巧計程車的主角小護川 以及童記死神少爺與黑女僕的男主角 兩位男主在動畫中有許多的對話與相互吐槽 可以看得出兩位聲優的配音功力相當厲害 本週的內容有不少伏筆 應該會隨著故事的進展慢慢解開 只是...原作還沒有完結啊 拜託後面的劇情要撐住 很怕結尾草草結束給大家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 目前主線算是清楚 搭配上角色鬥劇的對話 整體節奏還不錯 在畫面的呈現上角色動作流暢 打鬥的畫面很精彩 美美的瓦尼塔斯之書基本上就是經費之書 每個禮拜都要看他的電影下 背景的設定在巴黎 畫面也描繪出優美的歐風建築物 OP更是把許多地標都畫出來 作畫相當精緻 目前的走向都還在主角們嘻嘻哈哈的搞笑對話中 雖然主線已經出來 但劇情重量什麼時候會大幅增加 我們也不確定 期待故事後續的發展 能夠帶給大家更有看頭的內容 在爆熱的2021下翻中推薦你來瞧瞧這部瓦尼塔斯的手掌 喜歡我們的推薦 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留言與分享都是對我們很大的鼓勵唷 別忘了到我們的Podcast坑谷Live走走聽聽 動畫小坑谷我們下次見 掰掰